這張地圖的躲點 我先介紹一下它的躲點 在關著躲點的話請注意一下 這個地方它是可以下去的 然後下去之後也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上面的話可以拆掉 它就可以拆的 那它可以一開始的話就是先這樣拆上去 然後拆上去的時候 一般的模式拆不上去 它就是這樣用上去 但是它這邊有個點 它這邊有個點 它用下去的時候上面的低層會爆掉 所以說這上面那層就好不要淡了 那我們接著要上來 上來之後 這地方可以上去 這邊上去的方法是 就是從這邊跳上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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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我忘記了 呵呵呵 好 那這一關的躲點的話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就是要從這個門進來 從這個門進來 好 然後第一個腳踏 左轉 再左轉 再右轉 好 進來這個地方之後 換成小刀 然後 蹲下來 看到看到 這個點 好 這個點 然後在這地方 蹲下來 然後再靠近這個地方 對這個點 推倒 欸 就可以過來了 然後這邊有三個選項 可以去三個地方 那我們要先去拿無敵槍 無敵槍的話在哪裡 先打這邊 然後再打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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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打三下 就打一下 嗯 他往前走 哎呀 不錯啦 就對了 嗯 嗯 鑑獸師盪 欸 不錯嗎 算了 沒關係 再試一次 好 先左轉 再左轉 右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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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轉 左轉 嘿 那這個點的話 已經來的時候呢 依依利伺服器 他可以設定 高警伺服器 那你可以躲在這邊 嗯 然後就說你的九劍會掉 卡住了 欸 就可以開始砍他們 砍殭屍 殭屍 嗯 然後這邊也會左點 那這邊多點也是非常簡單齁 只要有一把散散槍就可以了 差不多就像這個角度 剛剛是怎麼跳過來就是怎麼下去 就會直接掉下去 啊 無力槍的方面的話 呃 就去溫子拿兩包 那 我要先去 這地方可以到 第二個點的話可以到這邊 這五地方還蠻推薦的 然後這地方的話可以打壞 我可以出來到這個地方 齁 我可以出來到這個地方 齁 這樣的話 殭屍可以進行偷擊 然後人類也可以做工程 當然啊 你也可以利用船點的部分齁 在這邊揮卡 齁 把殭屍彈起 轉機跟 齁 齁 除了這個多點之外呢齁 出來之後 到這個水池底下也有多點 現在這水池底下都是在這個地方齁 齁 唉 耶 勢手了 平一點蹲下來走齁 比較容易進去齁 那就拿了 好 也過來 來,如果說到,可以丟到這裡 那你就會把這些打過處 打在這邊,收張手的動作 接下來 自殺 我們要去的地方有點遠 那是個騙局啊 對啊,是個騙局 然後 你們看外面這些,背景的部分 背景的部分也可以去 背景部分的話,是在這火車頭的後面 火車頭,然後從這邊過來,跳上來 扯到底,喝,就可以了 也可以在這邊砍殭屍啦 砍殭屍砍死啦 然後呢,這邊上來 再跳過來,跳過來 這個地方,這個點 這個點 這個點呢,是回去的點 可以到 比如說,你知道殭屍有在屋頂上的時候 從沒突上去 或者說人類在殭屍 人類在屋頂上的時候,殭屍也可以跳進去 然後可以激情偷襲 耶 可以偷襲耶 然後呢,如果說 你發現殭屍如果發現 欸 有人類躲 躲到哪裡 躲在這下面 躲在這裡面 然後怎麼辦呢 沒關係,跳過來,按這個鈴 按下去 就會 我感覺自己嚇到 然後就會 東西就會被自動彈出來 人類也會被彈出來 相對的防守上面就會 就會 就會變得比較困難一點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點 這個點我不太會進去 這個你可能 要去問像是 吃不細鬆的阿文啊 之類的 阿文比較了解 那打這裡 然後 從這邊 要我過去 沒有了 因為他有在那個樹上 那個樹上我不會跳 他的介紹就是這邊 然後 樹上我不會去阿 那要問阿文呢 然後這兩個 不要進去 這兩個不要進去 進去的話是自殺 就自殺囉 好啦,就講解到這邊了